我才29挺胖的 1米77 200g 我是甘油三脂膏 这项膏就是吃出来的吧 甘油三脂到底是啥呀 另外甘油三脂膏 血管是不是更容易毒 这第二位观众朋友呢 它呢是比较胖啊 这个或者吃肉吃的比较多 所以它这个应该是属于 甘油三脂的指标会特别的高 那我们刚才提到了 胆固醇它的一个来源 那我们再看看 我这个甘油三脂从哪来的啊 那么甘油三脂和我们的胆固醇呢 恰恰是相反的 它呢也是我们可以 从外源性的一个摄入 也可以通过我们内源性的一个合成 但是它的这个来源呢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 我们外源性的一个摄入 也就是我吃进来的 那么我体内合成的是占少数的 所以大部分人的血脂甘油三脂膏 都跟我们吃的东西过于油腻呀 或者我们摄入了更多的一个 含脂肪的这样的一个含量的物质 是有关系的